只要分量够大 真的就可以超级满足 新竹的东门市场 有家宵夜丼饭 一开摊人潮不断 像是这一碗招牌99元的海鲜丼 铺了满满的生鱼片 几乎是看不到醋饭 一次可以品尝鲑鱼 鲑鱼 鲑鱼 其余 六种的海鲜料 鲜美又澎湃 另外还有一碗霸气龙虾船 可以吃到的是一整味的 波斯顿龙虾以及海胆 用料大方 信了海鲜控特别上门尝鲜 只是店面相当的隐秘 想品尝必须要花点时间寻找 是新竹热门的神秘美食 我们是冲了它99块 就可以吃到海鲜冻饭 觉得CP值很高 它有一些虾子 有鱼 一般都是要100到200之间的 这种价位 那在这种吃99元的 基本上很少 超高人气99元海鲜丼 百入鱼 鱼 鲑鱼 鲜肉棒和满满橘黄色虾卵 光看就让人口水直流 看看现场客人 大口大口爬饭尝鲜 就知道CP值超高 只是想来上一口不是熟门熟路 可是很难吃得到 因为在市场里面而且又是早市 然后他们又是卖比较宵夜的东西 所以就比较不好找 不好找是因为店就位在新竹东门市场 因为是传统早市 所以一到夜晚外头一片乌漆抹黑 但走近一看里头灯火通明 人潮残动 有卖铁板烧 铜骨拉面 还有这家99元海鲜丼 只是选在早安市场卖宵夜丼饭 不怕没客人吗 其实一开始也会担心说没有客人进来 我们就平时保持着新鲜 CP值把本本降低 用很平价的价钱去吸引客人 海鲜丼价格便宜 但选材用料不马虎 纽兴兰空运来台不到36小时的帝王龟 一公斤要价上千元 为了不浪费鱼肉 下刀开鱼每一刀都不能有闪失 有些人的鲑鱼又称不老鲑 它的单价比较高 刀子的部分要尽量贴近于鱼骨 然后让肉的部分减少肉消耗的成分 然后我们会用汤匙把碎肉刮下来 就是刮得很干净 讲究技法的张岳玲 高中毕业就踏入日料世界 从小跟老师傅学艺 练就出成熟的细腻手法 帝王龟力经去骨拉皮 一刀划下飞美鱼肉 油花色泽粉嫩 肉质柔软让人忍不住想细细品尝 一片片鲑鱼肉贴在醋饭上 接着摆入鲫鱼鱼鱼和一大球鲑鱼肉丁 鲜美又澎湃 市场里99元人砌海鲜丼 外围铺满橘红色虾卵 看得出老板用料毫不手软 里头有鲑鱼鱼鲑鱼鱼蟹肉棒和鲑鱼肉丁 色泽丰富鲜味十足 纽西兰地王龟肉厚柔软油润香甜 鲑鱼肉软中带脆口感鲜美 鲑鱼肉沾腹虾卵软绵鲜甜 搭配虾卵吃来嗶嗶嗶嗶 双重滋味让人意犹未尽 里面有鲑鱼鱼鱼鱼豺肉 然后里面的鲑鱼鱼鱼都很新鲜 然后虾卵也很QQ的很有味道 让客人蠢蠢欲动 还有鲑鱼痛最爱的百元鲑鱼青子丼 满满鲑鱼卵像是橘色珍珠 残落在丼饭上 几乎快看不见鲑鱼肉 鱼卵吃来在嘴里爆浆 一颗颗喷发浓郁鲜甜滋味 让人难以抗拒 鱼卵的口感吃起来就不滋不滋的 每一颗都很饱满 我觉得很好吃 很适合 很适合在夏天来这边吃 也不会觉得不舒服这样 高CP值的市场海鲜丼 价格会如此亲民 是因为张岳玲很疼惜客人的荷包 日本料理来讲 师傅工都其实非常的贵 都要五万六万块七万块 都全部都灌在客人的身上 单价方面 所以单价非常的贵 为了给韬客享受 价格合理的日本料理 所以开店初衷 就是尽可能减少花费 市场来讲 食品的店面大概约 就像这边是两家店面 平均一间就大概一万多 五万多 然后在外面街边店的话 以食品来算都要两万多 就是大概会有两倍到三倍左右 一个差 省下来的租金 就用来买好食材回馈客人 精打细算的张岳玲 甚至连鲨鱼的工钱 都要滇金剥两 那我们自己杀 都让这些的鱼的成本降下来 不然在市场买的话 平均一尾 250到300克左右的鱼 基本上都要八十九十 外面都是给半片 比如说青鱼洞都给半片 就可能要两百多块 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就 我们是给整只 因为我们是自己杀的 当日现杀现烤的炙烧五仔鱼 在炉内被炙热高温 烘烤的嗶嗶包包 散发浓郁香味让人唇嫌 喷香上桌的百元炙烧五仔鱼洞 一整尾摆在白饭上 看来相当豪迈 一旁还有牛蚌丝和海带豆腐 份量多到能两个人分享 烤鱼上几点青香柠檬汁 味道鲜香迷人 外皮烤的香酥微焦 肉质细嫩滋味鲜美 外面就酥酥焦焦的 里面就很嫩鲜嫩 鱼肉完全不会柴 一般外面都是半只 但是这里是给一整只 然后相对就双倍嘛 就相对起来很划算 客人推荐的还有不到千元 就能品尝龙虾海胆和鲍鱼肉的 龙虾船 为了让餐点看来秀色可餐 张岳玲更在鱼肉上化妆 用炙烧增添色香气味 炙烧来讲外面可能会觉得说 就只是拿喷枪喷一喷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来讲究的 非常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炙烧的 是比木鱼齐边 跟星蔓来讲的话 我们会控制在中火的位置 然后以及炙烧来讲的话 平均一面只要5秒到10秒而已 一大艘木船成庄的龙虾船 载有波士顿龙虾 海胆 心满干贝 鲑鱼 鳍鱼 鲑鱼 鲑鱼卵 天使红虾和鱼腹肉 看来霸气又豪华 炙烧心满 软嫩鲜甜 带有些许焦香气韵 海胆搭配鱼子酱 口感软而香甜 鱼子酱粒粒会爆汁 香气十足 海胆吃起来绵绵的 然后它咬下去的话 它那个整个肉汁口感 都会在嘴巴散发出来的 它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满震撼的 因为它是一整只龙虾 然后摆在船的头 就是看起来是满帅的 赢得陶客青睞的平价海鲜丼 年轻老板努力打拼 虽然店面隐身传统市场 但张岳玲相信 只要用心做不怕客人扶上门 想要给客人吃到的部分 就是觉得说 其实真的很便宜 然后在上餐点的时候 就是很惊讶 就是哇 就是爆碗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做得出来的东西 就是新鲜品质都有保证 一碗鲜美的丼饭 有新鲜余货 还有老板的心意 因为为美不怕巷子生 就算小店再怎么隐秘 美味丼饭依旧会吸引客人 闻香报道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新鲜的生鱼片 搭配了贝类海鲜的日式丼饭 是许多日料爱好者的景点首选 在台北内湖这一家日式料理店 老板是年纪轻轻 而且创意十足 招牌的海鲜丼 上面就放满了多达十几种的海鲜 有少见的腌制煎鱼 拌入紫苏叶的竹甲鱼 还有特地从日本北海道购买的生鲜干贝 搭配客调的柚子酱 三甜当中提升了海鲜的味道层次 另外这一道用腌制过的鲑鱼卵 做成的干贝鲑鱼大虾洞 油脂香气充足用料 澎湃的程度是让陶客们大饱口福 熟练的捏起寿司 站在吧台前的身影是年仅28岁的许廷玉 立着平头眼神瑞丽 对料理却有十足的耐心 谈起当初接触日本料理的契机 她说单纯只是因为崇拜 就我的启蒙师傅啦 那个野村玉二 我那时候对日本料理就懵懵懂懂的 对然后觉得她很帅 讲话直爽不带扭捏 但是对于料理 许廷玉有自己的执着 为了持得最新鲜的鱼博 每天收店后还要顶着夜色改鱼饰 因为对于食材挑选 她自有一番讲究 鱼不见得是新鲜就好吃 可是好吃的鱼一定要新鲜 我想要鱼多样的话 必须每天都要去找鱼 最主要不是我自己去拿可以多便宜 是我们可以眼睛去看到 我们要的鱼或是什么样子 每一只鱼连头带尾烧回餐厅 从清洗去淋拉皮 每个细节都做得仔细 但考量到店只位于上班族 至极的台北内湖 因此寿司店的冻饭 就成了许廷玉的正店之本 因为这里上班族居多 然后他们要快吃快走 没有时间等你捏收食 我们就从丼饭开始起家 对 然后 因为这门槛也比较低嘛 比较便宜 先让大家认识我们 尝试过我们的东西之后 才会有信心去吃你 比较高单价的商品 招牌的海鲜丼 碗中选料做多达十几种海鲜 客人如果好奇当即盛产什么鱼货 来到店里点上一碗丼饭就可以知道 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们其实每一周 还是一阵子都会有不同的食材 像是说现在可能是当地有什么鱼货 然后让我们来尝一下 我觉得很棒 除了丼饭常见的选料 这里特别将新鲜的竹甲鱼 盐盐后切成条状 拌入姜泥和紫苏叶 吃法特殊 夹在丼饭里更是一口清心 这是这个竹甲鱼 那为什么我蛮喜欢 是因为我自己喜欢紫苏叶 所以它拌了紫苏叶上去之后 就把那个鱼的味道也有提出来 所以吃起来其实就还蛮爽口的 另外处理起来相当复杂的鲜鱼 也在许婷玉的坚持下 加入海鲜丼的行列 鲜鱼很容易出腥味 所以一只鲜鱼 我们今天拿来用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一天没有用完 剩下的都要丢掉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